秋天馬 Welcome to my tour 哈囉!大家好!我阿詩! 那今天要為大家帶來這款遊戲叫做風信子 那上次其實玩的還蠻愉悅 只是稍微的有點操作上的不順 不知道..不知道該怎麼做 就是..對 可是 現在玩... 玩到現在的進度阿 阿雪覺得肯定有一個什麼樣的故事在等著我們去看到最後 那我們今天就繼續的看下去囉 是的 滋啊滋啊的吵著 相當老舊的桌子 烏黑一片 壁屋裡除了灰以外什麼都沒有 哪個瓶子都沒有櫃子裡空空蕩蕩的 這應該就是愛德華以前住的宅地 只是他現在不住在這裡了 水池裡好像放著一根鐵絲 彎曲的鐵絲 就是一個已經閒自然後荒廢的廚房嘛 然後是一直看到的 不是這個 哭歪 盆栽的葉片已經開始拖握我 感覺那個1.24分就會告訴我們結果的結果對不對 對 嗯 之前 是不是有人坐在這裡來著 大概是錯覺吧 不是妖精嗎 嗯 奇怪的書 欸 那個會是什麼 酒瓶嗎 不知道 不知道 欸 接下來呢 喔 這裡 這裡 剛才用了場景 然後 要做什麼嗎 嗯 嗯 母女的傳聞 太多餒 欸 嗯 我不敢說 怎麼怎麼可以 打開 便會看 不敢的 不管是 還是不敢的 誰 誰 誰 嗯? 始終沒有辦法調查欸 欸咚 依舊是廚房是嗎? 可是這邊沒有壁爐欸 我們之前進來的時候有看到壁爐 什麼都沒有放 不能動 然後盔甲 欸? 為什麼可以站在盔甲上啊? 這是BUG嗎? 沒有必要點藍燙喔 呃... 一樣的場景 不過我不曉得我能做什麼 沒有觸發到什麼事件啊 然後這邊是不能過去的 回來了 嗯... 呃... 裡面有一些白色的粉末 似乎是鎮定劑一樣的作用 鎮定劑喔 我有鎮定劑喔 看一下 呃... 是鎮定劑嗎? 嗯... 是拿到鎮定劑之後 要再回去那個鈴鐺會叮的地方嗎? 還是怎麼樣來著 應該可能要回去喔 沒有要幹嘛了 好 我們回去 欸? 欸? 變成現在的場景了欸 欸 眼中穿滿渾濁的男人 往嘴裡倒入了大量的藥粉 呃... 愛德華 你為什麼 你... 承受了很大的壓力嗎? 搖搖運墜話這樣隨時都會掉下來 這已經是現在的場景的樣子欸 發生了什麼事啊 喔 已經... 是現在的樣子欸 剩一本騎士之道 呃... 畫策... 騎士... 出錯了 呃... 書好像... 有些不對勁 是指門嗎? 不是門 愛德華跑去哪裡了 彷彿感受到蛋糕的杏膩口感 突然間在深夜感覺好想吃喔 不要耗心喔 那麼好吃的樣子好不好 真的是 沒興趣 沒興趣 喔 茫然若失 男人眼中映照著一片血紅 舒適奢華很想躺在上面休息一下 什麼都沒有 什麼都沒有 一成不變 其實相反的鏡子也映照不變的事實 像是諷刺一樣 騎士類的書籍擠滿了整個書架 怎麼了 為了... 為了... 心愛的他去做騎士之道 但現在 等等 不對啊 那個... 那個女主角的名字我一直不記得耶 他倒在地上耶 他怎麼了 我 親... 為... 搖晃椅子上沾著血 搖搖... 搖晃搖晃搖晃 亞麻色的男...人 拿著故事書 坐在搖椅上 喂 欸 蝸牛一樣 綠色頭髮的女人捲縮著 呃... 被氾濫的痕跡一本騎士準則 櫃子上放著 荒誕異常 鏡子裡有燈有門 唯獨我不存在 喔... 你畢竟 是闖入人家世界的 呃... 意外者 旅行者 不數之客者 呃... 滑稽又令人信貝的 唐吉科德 擺在書架的最下方 亞瑟王 悲慘結局 呃... 阿曲每次都會知道名字 呃... 大概知道... 就是想不起來 到底在演什麼 呃... 柔和明亮 燈泡無... 巧無聲息的放著光 蛤... 是生病了嗎 還是... 怎麼樣來著啊 上面又多了一些... 畫 然後熊熊變成飾品盒 古樸又貴重 一樣是... 綠色頭髮的照片 我覺得家裡的東西 越來越多了耶 然後... 還是一樣很暗的廚房 多了壁爐喔 上次還沒有壁爐 果然就是有沿著時間在... 走的那種感覺 失誤的表面 然後... 快損壞了 又過了一陣子喔 裝著開水 每個房間都可以自由的進出 呃... 什麼都看不到 蛋蛋 放著敞開的日鏡 這幾天 克莉絲平凡的做著噩夢 每趟他做噩夢 總會像當時... 一樣的捲縮著身體 但克莉絲卻不願告訴我夢的內容 所以我問洛克醫生 有沒有幫助睡眠讓人安心的藥 幸運的是 果然有這種藥 不愧是洛克醫生 跟那些只會口同說說的醫生不同 希望這藥能讓克莉絲安眠 他吃了藥 似乎比之前有所緩解了 不過我還是有點擔心 我還是睡前講些故事給他聽吧 會不會藥劑過量啊 林草...林亂... 看不清畫了什麼 這個地方響了鈴鐺聲耶 跳回去囉 喔 畫上畫著地獄一般的場景 克莉絲 說起來... 我為什麼會畫這個東西來著 我變成克莉絲了耶 像是王一樣的男人坐在椅子上 象徵著皇帝 喔 從沒有用過的蠟燭 淪落的裝飾品 命運之輪 鬆鬆軟軟 在上面睡覺很舒服 哼 愛德華有時會來彈奏鋼琴 鍵盤上很乾淨 原本是買來畫的 結果後來變成了裝飾品 哇...想當初他的模樣是不是 裝潢裝得很華麗啊 放著愛德華最喜歡讀的奇事小說 隨意擺放著雜誌看書 就過水了 放著一些自己畫的愛德華的奇事畫冊 愛德華裝扮的畫冊 欸...就去了 愛德華正在整理著地上的禮物堆 克莉絲 今晚的宴會 你開心嗎? 嗯...開心 開心就好 畢竟這是為了你慶祝 不...療癒所開的宴會 不過...當時你夢到的... 夢到的是什麼呢? 讓你害怕了兩年 想不起來 一般害怕成這樣的夢 都是讓人印象深刻的 嗯...不一定吧 阿曲有夢過那種真的是睡到半夜驚嚇起來的夢 可是...醒來之後你絕對不會記得發生了什麼事 對...已經都是... 全身冒冷汗然後腰在睡已經是... 心慌慌然後整晚都睡不著的那種程度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樣的經驗過阿 阿曲是有 對...想起來絕對會告訴你 那...那就好 因為我沒有說准可以幫你消...消除那份不安了 畢竟我是你的騎士阿 天啊...這個傻哥哥 嗯...有什麼事 裡面放著一些雜物 櫃子上放飾著裝飾盒 裡面放著一些平時穿的鞋子 上面放著我的帽子和畫像 滴答滴答的喘動著 從來沒有停下 因為繪畫的時候很愛是 扔在了地上的禮服 跟禮物放在一起了 放在臥室前成對的盆栽 枝蓋有些清洗了 蠟燭上的火光不穩定的搖晃著 小黃花與風杏子散發著淡淡的清香 嗯...是我的房間 騎士準折 封面覆著騎士宣言 我將仁慈地對待弱者 我將勇敢地面對強敵 我將毫無保留地對抗罪人 我將毫不能戰鬥者而戰 我將不傷害婦孺 我將幫助我的騎士兄弟 我將忠實地對待朋友 我將真誠地對待愛情 好騎士之道喔 阿徐瞬間被感染了一下下 嗯...一起睡是不是 愛德華的衣服口袋似乎有張紙條 洛克塔布里斯 布里斯 似乎是宴會的名單 都是愛德華的朋友跟騎士同僚 還有愛德華的日記 今天為了慶祝克里斯的痊癒 而開了宴會 邀請了洛克醫生 還有我的騎士同僚 雖然很開心 但心裡總是不能徹底的開心起來 不過只要克里斯感到開心就好 說起來 我當初是因為什麼才開始寫日記的呢 不過如果當初回答 愛德華說不開心的話會怎麼樣啊 不曉得 嗯... 喔是餐桌欸 晚餐時留下的餐跟剩飯 沒有收拾的必要了 我是在家裡開個小小的 呃...類似餐會之類對不對 不常使用 牆上放著很多雜物的小架子 阿群喜歡現在有人氣 就是有...人... 有生氣的那種樣子的感覺 嘿咚... 意外的我覺得 連這一集Albos我都M不完的感覺 嗯... 用了很久的畫板 每次繪畫都會有點搖畫 再等等 好吧...開始畫吧 喔...又開始繪畫了嗎 嗯... 其實...也沒有什麼 只是來告訴你 我一會兒會出去一趟 剛剛禮物堆裡有一封信 叫我去教會的禮堂 我很快就會回來的 你不需要擔心喔 那麼...我走了 嗯... 嗯... 紅色的顏料用完了 我記得 握室裡還放著一些紅色的顏料 握室... 小小的愛華...愛德華沒有選...任何的選擇權 這是父母親是不是 被蓋上了白布的媽媽 被蓋上了白布的爸爸 不滿黑斑一動也不動的小女孩 沒有呼吸 沒有呼吸 我已經死掉了嗎 惡魔的左手似乎拿著什麼 蛤... 蛤... 靈魂 頭好痛 頭上... 摘滿了血 頭好痛 欸我回來了 已經是... 克莉絲倒在地上的樣子喔 蛤... 妖精承諾少女的生 妖精承諾少女的死 少年少女遺忘了惡魔幸福的生活在一起 少年成為了騎士 少女成為了畫家 少女看到了無法改變的人生 而最後... 蛤... 一個不慎 無人生還 我現在是光妖 那麼... 你是克莉絲 還是普...路托呢 疲倦不已 愛德華貪睡在床的一旁 眼上掛著厚肉的黑眼圈 粉色... 頭髮的少女盯著書 有如靈魂粗糙 我到底是誰啊 他這是什麼意思來著啊 是指他知道真相嗎 嘛... 就繼續看下去好了 ,他們截不下了 有哇! 露來了 回來了 歐! 摯 艾德華睡在床啊 書 喔!女僕 清愛的少爺 馬車已經準備好了 以及 kun我 親愛的小姐嗎 親愛的少爺還是睡著了嗎 真是太好啦 少爺終於好好的睡著了 親愛的少爺 自從回來後就不怎麼睡覺了 而且每天不聽勸的拼命的鍛鍊 臉色越來越差 既是 既像是逃避什麼 又像是有仇敵一樣 即使我最親愛的爸爸 也拿他沒有辦法 不過現在睡得好好的 說不定是有什麼變化了吧 那我就走了 親愛的小姐 嗯 嗯 啊 是需要我給你紙和筆嗎 親愛的小姐 不斷地 重 不斷重複的 同樣的夢 在大教堂裡 遇到的惡魔 讓我回想起被遺忘的過去 被迫 被迫進行了等價交換的情景 惡魔 惡魔笑著說 我回收好靈魂哦 那個時候 我的腦漿仿佛像在翻滾一樣 當我回過神來 已經向這家裡奔跑了 我可是 我可是讓你們好好的忘記我幸福的生活哦 閉嘴 閉嘴 如果沒有忘記你的話 我的努力就不會白費哦 你知道嗎 殺死他的人是你最崇拜的奇事哦 閉嘴 你知道嗎 一開始的黑死病也是我帶來的哦 我不是讓你閉嘴嗎 當我回到家時 已經什麼都不剩了 哦 竟然是 那個嘛 愛德華 有的 只是想克里斯的屍體而已 已經 什麼都無所謂了吧 當作為奇事的宣言 對奇事的崇拜 像是傻瓜一樣 只是想大量的服藥至殺也沒有死層 可是 即使 收養了他 也只是自我安慰而已 就這樣 腐爛到底好了 愛德華 你不需要這麼自責 你的努力並沒有白費 我因為你度過人生中最快樂的十年 所以 請振作起來 在我看來 你是最棒的騎士啊 而且 你還有應該保護的人不是嗎 是嗎 還有 該保護的人啊 我原來沒有 我 完全失去一切嗎 你是 在等我嗎 抱歉啊 我在裡面整理一下遺龍 我 因為看到了 像是奇蹟一樣的東西 你 是不是跟以前不一樣了 變得 像是 我以前認識的某個人一樣 媽 算了 應該是我多想了 那麼 我們回家吧 天啊 少女也太 誒 說了什麼 再見了 我曾經 我曾經 死去的家 紙跟餅 誒天啊 這個 這個故事寫得很好欸 阿徐真心的覺得 這絕對不是 出自燃燥感出來的作品 可能 作者大大花了很 或許是很 沒有很長的時間製作 不過阿徐覺得 非常非常的厲害 因為他光在 呃 遊戲的 遊玩運行像跟 一般傳統的RPG 又不太一樣 對 他是一直跳換場景 比較阿 比較像阿徐喜歡看故事 劇情像的模式去做 變化 然後 也有點 互動性的 手法 在運行的遊戲 這是 阿徐很喜歡很喜歡的一個 故事的步調 一個節奏這樣子 而且 雖然是個悲傷的故事 我只能說 像裡面的惡魔來講 他就是惡魔 也不能說他沒有錯 他就是那樣的存在 他會做那樣的事不意外 然後 只是 我覺得 普露托很棒 對 真的 非常非常的 在最後讓 愛德華這樣子 有勇氣 也不是有勇氣 不是 失去希望的 繼續活下去 從此以後 他們幸福的生活在一起了 可喜可賀 那麼故事結束了 謝謝各位的捧場 變你的 哈哈 書中書 劇中劇 人中緣 畫家貂陷 騎士師者 然後少女落水 無人生還 哈哈 故事沒有結束 舞台尚未完成 就讓我們把結束作為開始 然後開始結束吧 下一次 是蔡薇的故事喔 所以 這是一本故事書嗎 還是 由你製作的故事 的故事 天啊 超級餓趣味的耶 你這傢伙 這麼說來的話 會有下一款遊戲的嗎 阿群 非常非常期待 就像 那個什麼 某一個遊戲的作者 他叫做 叫做什麼來著 反正阿群看到他的畫風也是 立馬J 可是他不會 他平常也不太出現在各個 呃 霸裡面還是怎麼樣 他就是阿群 他只會發布在某個地方的遊戲 這樣子 這種小遊戲阿群很喜歡 天啊阿群已經不知道該說什麼才好 喔 滿滿的 而且才剛說可能玩不玩 這一集其實就玩完了 好 推薦給大家 希望大家會喜歡 好的 一樣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不妨可以訂閱我 或者是點個喜歡 那我們就下款遊戲 再見吧 see you 掰掰 阿群 阿群想試試看這個東西 就是不怎麼開心的選擇 不開心嗎 說起來宴會裡我有一些莫名的煩躁 雖然我在宴會裡很開心 但內心總像是有疙瘩一樣 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話說送過來的東西真夠多的 啊根本忙不過來的 這只是對話上的不一樣對不對 阿群想 喔 喔它是東西倒下來是不是 哪路歐頭 不過 它原本會是什麼東西啊 欸 沒仔細看 倒是沒有注意到 後製的時候再看一下好了 對然後稍微補充一下 就是稍微翻了一下 帖子 然後就有人稍微講解一下 那個什麼 惡魔 惡魔所說的那一句話 對已經不是 路 不是女主角了 對 然後 也不是克麗絲 因為女主角已經看了克麗絲這麼多的回憶 然後到最後 亥德華也說了 欸你怎麼越來越像某個人 我覺得看完這些記憶之後 少女會不自覺去做所謂的人格傳承之類的 她自己也搞不清楚自己是誰 等等等等等等的 好啦我覺得大家會有自己的理解跟想法 那稍微補充一下 那就這樣囉 掰掰